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眼间一行人来到了目的地 此时蓝妹妹跳出了镜头 说我一定要吃到寄生虫然后变瘦 据说现在很多超模都吃寄生虫瘦下来的 What 这是什么鬼呀 之后来到了湖边看到一条鱼飞升乐器 女主抢过网兜360度一个漂亮的旋转抓到了一条鱼 回来就准备下锅 不料在里面发生了一条寄生虫 蓝妹妹激动地抢过了寄生虫 为了瘦身也是豁出去了 就这么吞了下去 之后一行人来到了一个茅草屋前 可是没有人 此时厕所里出来了好多丧尸 这是蓝妹妹肚子疼得难受 放了一个超级大屁 整个天都熏黄了 蓝妹妹也变异了 变成了丧尸 他们一行人开始拼了命地逃命 幸好危难时刻 一个医生救了他们 并把他们带回了自己家中 女主询问一下知道 整个村子的人都被寄生虫控制了 就在这时光头哥应手被咬 也便衣了 直接领了便当 夜晚 女主因肚子疼出去上厕所时 看见医生正在为女儿吃寄生虫 但是又拉出来一条 我去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女主就进屋问医生什么事情 医生详细地跟女主说 女儿得了怪病 而寄生虫可以治疗这个病 医生并和寄生虫有了契约 医生帮寄生虫找人 给他们当成食物 寄生虫帮医生治疗女儿 之后并告诉他们 他们吃的食物都放了寄生虫的虫卵 这把他们吓坏了 医生控制丧尸追杀他们 他们一行人只剩下了三个人 最后只有女主没有死 跑到了树林 此时蓝妹妹超级进化 居然变成了女皇丧尸 并和医生女儿合体 追着女主打 这时女主也超级变异 最后战胜了他们 最后女主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故事全剧中 这是一部让我很无语的电影 是一部彻彻底底的烂片 不建议大家观看 不过无聊的可以打发时间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